道正法师 菩萨界本经 白话浅述 师 就是不师 出家人是接受信师的供养 如果接受供养而不如法持戒 反而胡作非为就难以销受信众的不师 必定要堕落轮回披毛带脚来还 披毛带脚就是变成畜生 畜生才有长毛 长脚 因此菩萨为了要使众生能够销受信众的不师 所以对犯戒的众生就因献神通 使他心生恐怖 不敢犯戒 或以慈悲设受 使他能断恶修缮 如法持戒 不论是用哪一种方法 献什么样的神通 目的就是要让众生能如法持戒 使能销受信众的不实 这句预令众生销信失故 在于且菩萨界本是一座必行失故 若异于且菩萨界本中必信失故的解释 会看成是菩萨本身怕接受不实 比如众生见菩萨献神通慈悲来接引 就会想要供养 菩萨为了要闪避信众的不实 所以才不肯献神通度众生 这就变成是菩萨本身要避免信众的不实 这种解释和这本地持戒本的戒文意思不同 而菩提正道菩萨界论简称为正道论 就解释为 见圣教中不持戒者 难消信师 若不献诸神通不赦 并比必受如是信师 若依正道论的解释 并不是菩萨自己要闪避信师 而是教众生若不好好修行 则信师难消 所以菩萨因献神通 让众生感到恐怖而不敢犯戒 或以慈悲设受 使能如法持戒 而消信师以避免信师难消 这消信师指的是犯恶众生 依正道问的解释 和这本地持戒本的 文字意义是相合的 所以上会下信法师讲解时 采用这个解释 菩萨本来是慈眉善眼 大慈大悲 但是有的众生实在是很难教 很难度 菩萨献慈祥的念像好好教导 他都依然顾我没什么感受 也没什么反应 甚至遇骄难 遇脚快 明知故反 菩萨为了要让他不要堕落 使他以后不要受苦 就必须要改变面孔 用恐怖相来对待他 这实在是很悲哀 很不得已的 菩萨千辛万苦 主要就是要让我们 不要受痛苦的果报 让我们有办法消受 每一分的不失 其实不只是出家人 任何人每一天都必须要 接受大众不失的恩惠才能活命过日子 如果世间没人种菜 种水果 没人辛苦不失 他的劳力给我们 我们有钞票 金银财宝也买不到东西 一样会饿死 我们每天都在销售别人的不失 我们是不是有 好好修改自己的身口一三页呢 如果没有 对众生的不失 就会消受不起 这样就不要怪菩萨 现恐怖相给我们看了 戒文 不以神力恐怖 引接者是名为 饭众多饭 是饭非染污起 有神通力的大菩萨 如果知道众生因缘成熟 就要用神通力来帮助众生 应该是他恐怖改过的 就是他恐怖改过 应该引接的 就必须引接他 菩萨如果没有用神通力 来折服众生 设受众生 就是犯了菩萨戒 但是正得六神通的菩萨 因为没有污染的心 所以犯戒比较轻 是饭非染污起 只要当下责备自己 罪过就可以消灭 其实已经断烦恼的 神通的大菩萨 是不会有过犯 只是当时应该做而未去做 一时觉得自己该做而未做 就自己责备自己 罪过就会消灭 所以不会犯染污起 顶多是犯非染污起而已 由这条界可以了解 有神通 威力的大菩萨 同样必须要持菩萨戒 这条界并不是我们初学的凡夫 所能做得到 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一下 我们了解这条界 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初学的菩萨 在修学佛法上 有任何困难的时候 只要虔诚向佛菩萨 祈求引导 佛菩萨都是持界清净的 他们一定会用神通力 来引导我们 同样道理 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愿力 若是坚固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势至菩萨 也一定会按照这条界来接引我们 若是没有来接引我们 就是犯菩萨戒 不过他们不会犯戒 所以我们大可放心 不犯者 若比众生更齐染灼 外道傍盛 成就邪见 一切不犯 若比发狂 若增苦寿 不犯者 这第四十一条 神力不折社界 的开源有五种 若比众生更齐染灼 第一种开源 如果菩萨现神通恐怖它 涉化它 会使众生着迷 而深爱染心 也想求神通 这样对众生并没有利益 甚至是增加众生的烦恼 这种情况不现神通 是开源 若比众生 比就是指对方 如果对方这个众生 因为菩萨现神通来度它 更齐染灼 更加生其染污执着 外道傍盛 第二种开源 如果菩萨现神通 会引起外道毁谤佛法圣教 这样不现神通 也是开源 外道傍盛 就是外道毁谤圣教 成就邪见 一切不犯 第三种开源 如果菩萨现神通 不但众生没受益 反而生起种种邪见 这样不现神通设化 也是开源 邪见 就是不正确的见解 一切不犯 总之以上这三种开源的情形 菩萨没有现神通 都是不算犯解的 若比发狂 第四种开源 如果菩萨现神通 现神通设化众生 众生见到神通 会发狂 引起反效果 这样不现神通 也是开源 若增苦受 第五种开源 如果现神通设化 只会增加众生苦恼 并没有好处 这样不现神通 也是开源 这种情形 就好像医生开了一铁药 给病人吃 病人吃完并没好 只有增加吃药的痛苦 当然 就没有必要吃药 若增苦受 如果增加众生痛苦的感受 对于这条开源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 比如 菩萨有宿命通 知道你今天 若是出门去搭车 就会发生车祸 菩萨可能特别透过 你的妈妈 或者你的师父 叫你不要去 但是你会听话吗 可能你不但不听 还会很生气 坚持说 非去不可 结果 车祸依然会发生 而且多了生气的苦恼 这就是 菩萨虽然用 他宿命通的神通力 要帮助我们 但是对我们 也没有任何帮助 这种情形之下 不现神通 也不犯戒 在这里我们来说 一桩三四十年前的事情 我有一位亲戚 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他的女儿要参加学校的旅行 搭乘游览车去观载领玩 就在那前一晚上 那位亲戚梦到菩萨给他一个指点 这位亲戚平时都很早就起来做早课 但是那天他却起得很晚 他女儿也睡过头 起床时 已经超过学校游览车出发的时间 所以他没搭上游览车 如果能够依照梦中菩萨的指点 既然赶不上 就不要去旅行 这样就没事了 旅行没有去 哪有什么要紧呢 他妈妈劝他不要去 但是那个孩子个性很顽强 不听劝告 坚持飞去不可 自己就搭一辆计程车 去追赶学校的游览车 果然被他追上了 上了车很欢喜 但是那辆游览车却翻车 出了车祸 其中一位同学当场死亡 他是车内受伤最严重的一个 可以说整个脸都毁容了 为了那个重伤 住院开刀 不知整容多少遍 受过多少苦 还是很难再恢复原貌 为什么会说那么多苦呢 只因一念的倔强 不肯听菩萨的指点 不肯听妈妈的劝导 当追到那游览车的时候 他以为是有多好 却没想到是追到一台赶赴死亡的车子 往往众生的见解 以为是多好的事情 在佛菩萨的眼光看来 并不一定是件好事 菩萨已现神通来点画 但众生刚强难化 不肯相信 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思 去追求自己喜欢的 一时短暂的快乐 觉得没有追到不行 果然如愿追到了 结果却是要痛苦一辈子 如果受到痛苦的教训 个性能够改一些 这还好 如果在受苦中 个性还是没变 又在抱怨造业 这样就很不值得了 我们由这五种开源来反省 就了解菩萨为什么 没有现神通来度化我们 因为大多数的人 如果见到或是知道 菩萨现神通 若不是增加着迷 贪求神通 就是想要利用菩萨的神通 让自己发大财 达到个人自私的目的 像上广下亲老和尚在世时 有人听说他有神通 就想挟持他去探查 蓝宝石隐藏的地点 也有人想请他算命 算看看 孙子是娶哪个孙媳妇比较好 这些根本不是学佛的正确动机 只是想要满足各自私人的欲望 我们要了解 菩萨满足众生的欲望 如果可以借这个因缘度他学佛 菩萨也是会让他满怨 但是众生一旦欲望得到满足 就又有更多更大的欲望 欲望越来越大 文念越来越强 就会使他堕落的欲深 菩萨如果让他满怨 就会害他堕落更深 因此像这类事情 菩萨当然不能让他如愿 我们可以观察 如果有人说某某人有神通 一定会有很多人好奇想去看看他 甚至想跟他学 大家要注意哦 不是要跟他好好地修行 是要跟他去发狂 大家可以自我反省 若是知道菩萨献神通 是不是就会生起以上五条开源 所说的不良副作用呢 若不是起贪心 污染的心执着于神通 就是起毁谤 要不然就是起种种的邪见 甚至发狂 不但没有得到利益 还增加许多痛苦 有几个人会因为菩萨献神通 而老老实实修行断烦恼 得到解脱的利益呢 如果我们是这种老实人 是真正要学佛 解脱生死痛苦的人 就不会产生以上五种开源 所说的副作用 这样 菩萨一定随时都会献神通 来度化我们 有神通的菩萨 也会了解他献神通之后 众生的反应 绝对不会随便展露 献出神通 如果对众生的有大利益 随便就透露自己 有神通的人 大部分都不是真的 有可能是妖魔鬼怪附身 也有可能是 冷眼睛所讲的 五十种阴魔像 还有可能是增上慢 也就是他的功夫 又稍微进步 增上一些 就误以为自己已经很厉害 又神通了 比如有人见到你就说 我看到你的旁边 站立一个人 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就问 你有没有亲戚长这个模样 死掉的 其实大家都有很多亲戚 已经死了 讲这种话的目的 是要跟你说 他有天眼通 他可以看到鬼 使你觉得他很特殊 或者会跟你说 他看到你西方的莲花 是什么色的 放什么样的光 是什么样子的 使你觉得 他已经神通自在 可以随时去极乐世界 东看西看 其实可以去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老老实实念佛的人 才不会随便说一些 自己可以见神见鬼的话 我们仔细观察体会 说这种话 对人也没有什么 真正的大利益 只是想要使人觉得 他有神通 高人一等而已 大家千万不要聪明一时 糊涂一时 听人家说 某人可能有神通 就忘记自己要老实念佛 四处奔波 去拜访什么有神通的人 我们应该知道 欲了生死不必神通 神通不能了生死 若生死已了 烦恼已断 自然有神通 烦恼未了有神通 只有自害害他而已 毫无益处 所以我们学佛 绝对不能求神通 多读棱眼睛 自可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